台湾随处可见超商的踪迹 全台门市超过1.3万家 超商命度高居全球第二 很难想象竟然有乡镇 完全没有超商进驻 这个地方就是台东县金峰乡 是全台本岛唯一没有超商的乡镇 距离最近的超商在泰马里 还必须开车10分钟才会到 虽然过去超商有设置自动贩卖机 不过因为时长故障 加上合约到期 已在2022年撤出 乡长有意设立超商 减少乡民的不便 小费这种东西 如果已经要下去泰马里桥 这是很不方便的事情 但有在地人只反对立场 觉得杂货店比较有人味 不能被取代 因为超商不能赦账 在部落来讲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 可以赦账 甚至可以拿借钱 这个先温做不到的事情 乡长陷入两难 要找出超商跟杂货店双赢的方法 避免在贩售的项目 重叠性太高 或者这个贩售的时间 金峰箱杂货店里卖的品项很多 甚至还卖蔬果 超商经营项目可可杂货店互补 刺激成长 部落首席的角落 不会因为超商而消失 记者潘正贤 周梦如台东采访报导 来看一下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